第六集 二樓 停手 江泰元立刻攔在兩個人的中間 將武寵擋了下來 嘿嘿嘿 先坐下吧 站住也行 我們把事情說清楚他 江泰元本身想著三個人坐下聊聊 但想起 呃 自己這裡沒有椅子 也不能讓武寵坐在地上 只能夠站著說 武寵眉頭皺起 沒有出聲 也沒有動手 見到武寵沒有動手 西門肥仔也鬆了一口氣 唉 至少自己現在暫時不會捱打了 啊 武二 你應該明白的 這裡不是鄉下 江泰元就說了 武寵點頭 他在武草樹裡生出來的那一刻就知道了 嘩 西門程 恩程的程 他也只是聽到你的故事 再加上自小就被家族拋棄 沒有什麼祖宗的 祖先 呃 本能就想著找一個祖先 那也不可以找西門兄那隻狗賊 武寵生生氣爆爆地說了 嘩 嘩 不找了 不找了 以後絕對不找了 你似是在下墓室了 西門肥仔死猛地在領頭 打死他都不會再認西門兄做祖先了 怎麼說都好 總算是令到武寵燒了氣了 不再找西門肥仔麻煩 亦都令到西門肥仔吊著的那隻心放了下來 其實武寵早就知道了 這個只是一場誤會 只不過他就說過不了關 這隻西門肥仔認西門兄做祖先也就算了 還罵武大郎是豬魚 武大郎是他的親大哥 心裡面的地位極其重要 如果不是西門肥仔體質特殊 那一招絕對被人打死了 有江泰元的解釋 武寵也不再動西門肥仔 但心裡面還是有點不滿 冷冰冰地說 還不快把你老虎搞定他 你打算叫我和場主動手嗎 馬上動手 我現在就動手 西門肥仔整身一震 馬上就跑向老虎 呵呵 老虎皮是要完整的 這個是要給場主電燈用的 弄爛一點 抹掉你的皮 武寵冷笑著說 哎呀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西門肥仔抹了抹汗 嚇到手都震了 蛤 給我電燈? 江泰元深入邊打了個冷震 煽天妖虎的皮坐在屁股下面 嘩 如果這個被人知道 不被人打死 場主 你怎麼可以把招牌擋住 武寵望向道場門口 揍了揍尾 上前一下就抹開了 這樣怎麼做生意 我怎麼賺錢 呃 哎呀 救命啊 西門肥仔轉頭一網 再次嚇到 神魔到場 培養 租借出壽 回收一切神魔 一條龍服務 叫什麼叫啊 快點做事吧 武寵生氣爆爆地挖著肥仔 哦 是是是 現在就做 西門肥仔死猛點頭 哎呦 袁哥墊了 算了 墊了就墊了 不管了 有肉吃就行了 再說呢 這裡平日都沒什麼人來的 西門肥仔深入邊想 這樣 拿著刀 艱難地剝皮 沒辦法了 他只是一個廢柴 手無搏雞之力 這隻先天妖魔屍體 可以割得開已經很不錯了 但太慢了 江泰元都餓了 最終 還有武寵親自動手 西門肥仔打水清洗 煮飯炒菜 至於江泰元了 當然是吊吊吊了 江泰元都是想幫忙 但就被武寵嚴遲拒煮 說什麼牆煮怎麼可以做這種事 等著吃就可以了 這樣令西門肥仔心裡真的很傷心 我頂 這個待遇差距太大了吧 好不容易 才弄好整隻老虎 煮了一隻大腿 然後西門肥仔又去收拾柴火 架起來敲另外一隻腿 咳咳咳咳咳… 哎呀 一年多沒吃過肉 這次真的要吃穢 江泰元吞了口水 哎呀 野菜 早就吃到醃了 西門肥仔也很激動 有了肉 對於之前的不愉快 早就忘記了 很快 苦肉就做好了 审了些調料雖然沒錢了 但江泰元是接受个高等教育的人 同前世结合在森林找到不少的调料 香气四日 肉汤滚滚 西门肥仔面都红了 哎呀 这样是急啊 绝对不是累啊 好了 开餐 江泰元一声拎下 捞起肉就大快朵耳 西门肥仔也不怠慢 母虫倒是摇头失小 偶然吃一口 然后露出一面嫌弃的表情 哎呀 炎哥 刚才在村里听过一件事 赤月城学完考核开始 西门肥仔吞了一口肉 好享受地说 咳 考核开始了 那关我们什么事 江泰元撇了撇嘴 并不关心 哎呦 炎哥 听过这次考核任务 是穿过这片森林 进入妖兽山脈 猎杀妖兽啊 来这里猎杀妖兽 你说的是真的吗 江泰元吐了声 抬起头 肉都不急着吃了 母虫也都望着西门肥仔 想要求证 这个消息是不是真的 哎呀 真的 明天一早就来了 嗯 好 这个鲜天妖兽的肉 真是好吃啊 江泰元的心里有了计较 然后杂杂的吃了起身 西门肥仔点头 哎呦 这个鲜天妖兽的肉 找到很强的能量 我都可以感觉到 全身充满了力量了 道主终于 母虫下次捅多几只呢 母虫就说了 西门肥仔 嚇到打了个冷枕 哇 捅多几只 这个母虫到底多么厉害啊 江泰元现在对母虫好满意 对神魔道场也都好满意 有肉食 还是先天妖兽的肉 就算是清月学院的导师 都没有这样的待遇 吃完饭 西门肥仔就回去了 由此至终都没有入过神魔道场 母虫吃饱之后 也都没有入道场 直接来到母虫树旁边 化作一道清光 变成一粒果子挂了上去 唉 神魔树 可惜啊 没有了神魔营养液了 江泰元叹了一口气 没有营养液 生出来的神魔 需要13800年 趁着肉日的能量没消散 乍乍乱修炼 江泰元首一揮 将正如的虎肉虎皮 全部都收入了私人的仓府 进入道场修炼 善天妖兽 稳含的力量极其强大 江泰元运转攻发 吸收日的力量 咦 没有到四階了 刚刚修炼没多久 江泰元就突破了 经过神魔丹改造 他修围本来就到了三阶顶峰 全身的经验被神魔丹打通 这个时候吸收受肉入边的力量 自然而然就突破了 而这个时候 江泰元体内再次出现了神魔丹的力量 开始锤炼体质 一夜无话 江泰元修炼了一夜 收尾成功到达了武道四階中棋 神魔丹锤炼体质 令到他整身有种酸酸的气息 马上去打水冲凉 梁主 我丁 刚刚冲完梁而已 武宠无声无息地出现在他身边 吓了他一跳 我丁 你为什么出来了 天国了 不是说有人来考核吗 我们机会来了 武宠很期待地说 江泰元点了点头 嗯 没错 让我拿牌先 我们先去下面的村 他们不会在这里经过 会直接进入深处 第一笔生意 时限三天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必须要完成 而且还要完成得很英俊 拿到额外的奖礼 这里是清月学员的药田 一般无事不会给人过礼 特别是那些学生 否则 这里的药田早就遭殃了 本集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大家的收听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订阅点赞收藏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 如果 sein水化 Persireno 否则 方 twi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